那麼這正好我們還有一個關於這個奧運的這個問題 有位朋友他就說了 今年怎麼沒看到有這個武術比賽 記得08年的時候有武術比賽 這個奧運項目是今天可以增 明年就可以去掉嗎? 你可以簡單介紹一下嗎? 是 對 08年是東道主是中國 是北京 那麼奧運會有一個不成文的一個算式條例 那麼公開的秘密 就是換句話說 為了鼓勵東道國他們的積極性 因為他舉辦國嘛 他要舉國之力 花大價錢 花大的精力 因此呢 他們本國的一些民眾喜愛的這樣運動呢 那就一定會被提到一時事實上來 通常是暫時的 那麼08年北京奧運會他在承辦 或者是接到了奧運會的這種奧組委這個指定 承辦08年這個北京奧運會的時候呢 他們就向組委會提出了 可不可以把中國的傳統項目 武術加進去作為比賽項目 後來組委會一直同意 當然這個項目呢 如果像類似這樣的項目的話 如果舉辦國提出之後 逐漸得到經過檢驗 就是參與性強 大家是比較願意和觀賞性特別強 可以呢 在奧運會的比賽當中起到了一個推動促進的作用 當然 下屆或者是再加幾屆的奧運會也會逐漸的保留下來 變成了奧運會的遊景性項目 但是可惜呢 08年的比賽之後 人們看到說參與國非常的不多 就是僅限於當然是中國了 還有很多的這個亞太地區的一些國家參加 其他可能就沒有參加了 於是呢 在接下來的什麼倫敦奧運會啊 包括東京 包括這個裏約 基本就沒有了 不過呢 你像日本他們也有他的這個得天獨厚的這樣的條件 你像日本的壘球 像棒球他非常之好 因此呢 他這一次也提出了向組委會說 2020東交易我們可以承辦 那可不可以呢 把棒球和壘球也加進去 包括攀岩 包括滑板 你看昨天滑板那日本小女孩13歲 他也獲得了冠軍 你看 還是他們有底氣 而且有這個底子 因此呢 就像這樣的這個項目的話呢 由承辦國 因為對他們有利 而且呢 也是這個這個承辦的這一届的政府呢 也好像他們國民所交代的這一個算是任務吧 那麼這樣的話呢 那麼就可以舉辦國 根據他們的情況去挑選一些非常在他們本國受歡迎的項目 去做成一個比賽項目 也就是說 你這個你可以加項目 但是它不代表永久保留 對吧 沒錯 所以這就可以解釋了 為什麼看不到武術比賽了 好的 非常感謝我們這個體育主播 我們的韋明 謝謝你的回答 好 謝謝 好 好 好